大家好,我是老肉 今天这期节目咱们来聊一聊 从几十亿年前开始就在地球上神出鬼没的冰川 那么一上来我先大胆猜想一下 应该会有大部分观众都认为 地球的南北两极被冰雪覆盖是常态吧 如果你也是这么认为的话 可以举手示意一下 不过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对于地球的生命周期来说 85%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 包括南北两极是没有冰川覆盖的 也就是说一个完全没有白色的地球才是它的常态 之所以咱们对冰川习以为常 是因为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处于现在的冰川期的缘故 说到这儿需要先给大家来区分几个概念 可能经常大家会听到一些词 比如说大冰期啊 冰期啊 建冰期啊 冰川期啊 冰河期啊 等等啊 有很多 好多观众可能就分不清楚了 说这么多说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都是一回事吗 其实啊 它们还真不是一回事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大家就明白了 首先大冰期 冰河期 冰川期 这几个词说的是一个意思 它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地球上有大面积冰川的时期 也可以说只要地球上有永久冰川存在 就算冰川期 比如咱们现在南极大陆和格陵兰岛 都有大面积的冰川 是吧 因此现在这个时期啊 就是不折不扣的冰川期 那么冰川期的时间跨度呢 是几千万年或者是几亿年这么一个级别 待会儿啊 咱们通过一个时间轴来了解一下地球历史上的几次冰川期 大家看了之后啊 就会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了 好了 说完了冰川期 咱们再来说说冰期和建冰期 冰期和建冰期呢 是包含在某一个冰川期里面的 也就是说在时间跨度几千万或者几亿年的冰川期里面 包含了若干次的交替出现的 时间跨度在十万年级别的冰期和建冰期 冰期的时候呢 冰川面积会扩张 有时候甚至会扩张到赤道附近 建冰期的时候呢 冰川面积就缩小了 只在高纬度地区才有永久冰川 就像咱们现在这个时期 就是末次冰期之后的建冰期 也就是说虽然到了夏天啊 咱经常会被热成狗是吧 但从冰川学的角度来说呢 咱们一直都是生活在冰河世纪的 我这么一说 大家是不是瞬间觉得凉快多了 大家还记得咱们之前聊过的盖亚假说吗 在那期节目里面啊 咱就开过一个脑洞 说如果把地球当做一个生命体盖亚的话 冰川期会不会就是盖亚感冒了呢 那么沿着这个思路啊 咱们继续深挖一下 看看盖亚自从诞生之后 已经感冒过多少次了吧 盖亚第一次感冒啊 是距今29亿年前 也就是盖亚17岁 不17亿岁的时候 这第一次感冒呢 持续了1亿年的时间 第二次感冒是盖亚22亿岁的时候 也就是距今24亿年之前 当时地球上发生了大氧化事件 直接引发了盖亚的感冒 大氧化事件呢 又叫氧化灾变 在地球生命起源方面啊 也是非常蹊跷的一件事 咱以后会详细说 今天啊就不展开说了 这次盖亚病得比较重 花了3亿年时间才恢复过来 在这之后呢 盖亚14亿年都没有感冒 直到他39亿岁 也就是距今7.2亿年前的时候 又大病了一场 这次感冒啊 虽然持续时间只有0.8亿年 但是病情呢 是相当的严重了 根据地质学的研究发现啊 当时的地球 包括赤道地区 全都被冰雪覆盖了 彻底变成了一个雪球 要不是后来发了点烧 喷了点火山啊 可能都缓不过来了 非常的危险 这次病好了之后呢 盖亚也就40亿岁了 咱们通常都说啊 人到40以后呢 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对于盖亚来说啊 也是一样 过了40亿岁之后呢 这感冒也是越来越多了 自从5.4亿年前的 寒武剂生命大爆发之后呢 地球上的物种是多种多样了 可是盖亚每隔一两亿年 就感冒一次 算上现在这次啊 最近五亿年 已经感冒三次了 也就是说物种的多样性 非常有可能影响到了 冰川气的发生 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 对盖亚来说 地球上有这么多的动植物 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是吧 那么到底什么 才算是一个健康的盖亚呢 地球到底想要保持 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人类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背负 什么特殊的使命呢 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啊 咱们还得先聊聊 有哪些原因导致了 这个忽冷忽热的地球 首先就是大气当中 温室气体的含量 这一点啊 咱们在之前 讲碳循环的时候说过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 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以有机物的形式 把碳元素固定下来 动物吃了植物之后呢 这部分碳 就转移到动物体内了 动物把这些有机物分解利用 然后再通过呼吸作用 放出二氧化碳 这就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生物圈碳循环 另外就是死了的动物啊 经过漫长的年代 最终被埋在了低层下面 这部分碳也就被固定下来了 最后通过火山喷发 这一类的地主活动呢 这些碳还能重新回到大气层当中 这就是深层碳循环的一部分 刚才咱们提到的 24亿年前的大氧化事件 就是因为当时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太少 氧气太多 所以才导致了第二次冰川期的爆发 还有就是3.6亿年前的那次冰川期 也是因为陆生植物大爆发 过量的光合作用消耗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导致大气当中二氧化碳含量浇降 气温降低 气温降低就导致高纬度地区出现冰川 咱们都知道白色会反射更多的太阳光 所以冰川出现之后 地球吸收到的太阳光就更少了 这又加剧了地球降温 最终冰川面积越来越大 地球也就进入冰川期了 那么地球想要摆脱冰川期 主要还是得靠温丝效应 比如咱刚才提到的雪地地球 整个地球都被冰封了 那陆地生物圈也基本没办法运行了 也就没有植物消耗二氧化碳了 这时候火山喷发所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 就可以全部积累起来了 越积越多最终引发温室效应 地球也就解冻了 从这一点咱们可以看出来 温室气体确实是影响冰川期的最大原因 1920年代的时候 塞尔维亚的科学家米兰科维奇提出了一个理论 他论证地球的轨道偏心率 自转轴轻角 自转轴的近动 这些周期性的变化对地球气候的影响 对冰川期的影响 不过因为当时人类对冰川期的研究还非常的有限 还不掌握确切的冰期和建冰期的时间 所以当时他的研究理论并没有立刻被重视起来 后来地质学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证据 推算出了准确的冰期时间 结果发现 跟当年米兰科维奇推算的时间那是一毛一样 这才赶紧把米兰科维奇的理论发表在了1976年的科学期刊上 不过这时候人家都已经去世快20年了 可以说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那么还需要提到一点的就是 米兰科维奇循环主要解释的是冰期和建冰期的规律 它的时间跨度是在几万年到几十万年之间 那对于时间跨度几千万年到几亿年的冰川期呢 并不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内 关于米兰科维奇循环的详细原理 涉及到很多的天文学知识 在这咱就不展开说了 总之利用米兰科维奇循环 不仅可以准确的算出过去几次的冰期和建冰期的时间 而且还可以推算出下次冰期到来的时间 那么根据计算呢 下次冰期可能会出现在1500年之后 不过这个预测吧 有一个大前提 这个大前提就是 如果人类没有出现的话 板块运动对于冰川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因为它会显著的影响全球的洋流和气流 你想啊 如果要是所有大洋都没有阻碍的连成一片的话 那洋流就可以顺利的把赤道地区的暖水送到两极地区 这样的话 两极地区就不太容易结冰了 如果大陆的分布刚好阻断了洋流的话 那暖流就没办法到达两极 这就容易引发冰川期了 那么现在的地球啊 刚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咱重点来聊一下 现在的这次冰川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的这次冰川期呢 开始于3400万年前 它是以南极大陆开始出现冰层为标志的 极地开始出现冰层就说明全球气温降低了 也就说明地球上肯定发生大事了 那么引起这次降温的大事呢 就是4000万年之前 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 咱们都知道啊 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是由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挤压台升造成的 当时印度板块持续向北漂移 一头就扎到了亚欧板块的下面 这一下硬生生的就把青藏高原给怼出来了 本来人家这片还是沿海地区的 这下直接变内陆高原了 而且就算是现在啊 印度板块还在往北边拱 每年大概移动5厘米 也就是说喜马拉雅山脉 现在还在被抬升的过程当中 这就造成了频繁的地震活动 那么说回气候变化的问题 这次大型的造山运动是怎么影响到全球气候的呢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跟温室气体有关系 印度板块把亚欧板块顶出来那么一块呢 就是大量的新鲜岩石暴露在了大气当中 新鲜岩石啊 在大气当中会发生风化 就会消耗掉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 因为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的体量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就是大气当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下降了很多 温室气体开始减少 也就意味着地球要开始降温了 喜马拉雅这一撞啊 可以说是给这次的冰川七开了一个头 之后的板块运动呢 又进一步的加剧了冰川七的形成 刚才咱们提到了 说如果来自赤道地区的温暖洋流 没办法对流到两极地区的话 那么两极地区就容易出现冰川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北极啊 它基本上是一个被亚欧大陆和美洲大陆环抱的状态 就像是一碗水那样的 只有几条相对狭窄的通道连通到太平洋和大西洋 这就导致了温暖的洋流很难进入到北极地区 再看看南极的情况 南极大陆在盘古大陆解体之后呢 一直往南漂 终于在2300万年前的时候 彻底跟南美洲分手了 他们之间出现了德雷克海峡 这德雷克海峡一打通呢 南极洲的环流就形成了 南极环流形成之后 就相当于把南极洲跟温暖的水域彻底割开了 从此以后南极大陆的冰川面积就越来越大 原来的陆地生态系统最终完全被覆盖在了冰层之下 既然咱们这期节目是聊冰川七的 那就不能只聊冰川七是怎么形成的 还得来聊一聊地球应该怎么走出冰川七 地球要想走出冰川七呢 无非就是要提高温室气体的含量 从该前五次感冒来说的话 都是先通过大面积的冰川覆盖 导致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减少 这样二氧化碳的消耗就减少了 然后呢就是等着火山喷发 向大气当中补充温室气体 日积月累的温室效应就出现了 地球也就升温了 简单来说就是两点 开源和节流嘛是吧 一方面要破坏植被 另一方面要多排二氧化碳 说到这儿啊 大家是不是有点不明觉历了 破坏植被排放二氧化碳 这不就是现在人类正在做的事吗 难道人类的所作所为 就是为了给盖亚治感冒吗 而且跟盖亚前几次感冒相比 人类简直就是特逍遥 之前盖亚要想干掉植物 那得花上百万年 甚至上千万年的时间 让冰川慢慢把它们盖住 用人类的话这破坏速度就快多了 人类只用一万年的时间就已经初步见到效果了 那排放二氧化碳方面呢 人类就更拿手了 你等火山喷发那得多慢呢 人类直接把石油啊 天然气啊 煤炭啊 通通通都给挖出来 点着了可见烧就完事了 而且从结果上来说 现在地球上的永久冰川已经开始融化了 照这么下去的话 盖亚治好感冒那是指日可待啊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虽然人类并不知道冰川期对地球意味着什么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人类好像是在帮地球走出冰川期啊 地球上孕育出人类这样的高等生物 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 那么到底对于地球来说 什么状态才是它的正常状态呢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当然了 这只是开个玩笑了啊 对于人类来说呢 全球气候变暖 绝对是灾难性的事件 如果说盖亚感冒治好了 地球走出了冰川期 也就是说地球上永久冰川全部融化的话 海平面将会上升 将会上升多少呢 大约会上升70米左右 这对人类的沿海城市来说 绝对是毁灭性的 另外如果喜马拉雅冰川全部融化的话 必定会引发巨大的洪水 这些都是对人类实实在在的影响 所以啊 给盖亚治感冒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不过反过来说 就算人类不想给盖亚治感冒 以人类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 大量的碳排放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就算是再怎么控制 也只是延缓地球升温的过程而已 而且现在极地的永久动土已经开始融化 这会导致原本冷冻在冻土层当中的 冻植物遗骸 开始被微生物分解 这个过程又会向大气当中释放出 二氧化碳和甲烷这样的温室气体 然后导致地球进一步升温 就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讲的 给火星升温的计划一样 这种正反馈的升温过程 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既然不可逆转了 那咱就往好的方面想吧 往好的方面来说 永久冰川的融化 有可能会向人类展示很多未知的秘密 比如说人类已经在北极的动土当中 发现了冷冻的蒙马像 这就让人类具备了通过克隆技术 复活蒙马像的条件 当然了出于很多考虑 这件事也不能轻易尝试了 是吧 那么除了北极的永久动土之外 咱也不要忘记南极大陆的冰川 要知道在1.6亿年之前 南极大陆是跟其他大陆连成一片的 那都是温暖湿润的气候 南极大陆的生态圈也是升级勃勃 所以在这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冰川下面 冷冻着的 可能就不是蒙马像这种小块头能比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